现在在拨黑的萨拉热窝的市中心 老城区最繁华的一条街上面 这也是整个旅游期当中 最最繁华的一个街道之一了 出国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我一直也很想录这个视频 就是准备出国之后的一些准备工作 包括出国之前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这个都会有所需求吧 毕竟现在出国 现在也差不多有快一年了接近的时间 这一年当中也陆陆续续的接触了不少的朋友 接触到了不少的事情 首先第一功能就是要安全 那么说到安全的时候 我们出国之前 当然这也都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 那你就要准备一个什么了 包括你的上衣 你的裤子都是要有所准备的 我们知道在国外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 就是你的手机和钱包 很容易被偷 或者说是你不注意 因为我们在国内呢 它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是大教堂 现在是刚好到时间了 它可能比较吵一些 你选的裤子 比方说你就要选择戴拉链的裤子 我在国外也陆陆续续碰到了一些人 包括丢钱啊 还都什么东西的人 大部分一个是犹豫大意 第二个呢是迎来了小偷 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裤子啊 那个兜那一块啊 没有拉链 你看我一直在穿 像我在迪拜买的那条裤子的 为什么一直穿那个 就是因为它要带拉链 你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像我们现在带的尼泊尔啊 它是夏天 比较多一些热 一般它穿胆袖 它那就是说 没有不像夹克里面有那个 有兜 即使你买夹克里面有兜的时候啊 你一定要也要买一个 带拉链的 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就是它不容易丢东西啊 还有一个 这个也是我刚开始出 出到社会之后 哇 这是当地的叫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教堂来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 一座教堂 在整个萨拉肉 包括整个欧洲也是 那天我做了一下攻略啊 因为国外的文字呢 特别难念 今天可以做礼拜 我一会儿可以叫上我那个 刘哥我们一起来这边 做了礼拜 希望今天会有免费的餐食可以吃 剩餐简称 接着聊这个 你身上啊 如果说这两件你都准备好了啊 比方说你的裤子呢 一定要买带拉链的 你买的夹克上衣呢 也要带拉链 这样呢 不容易丢东西 不容易都钱 还要养成习惯啊 每次放完东西都要把拉链拉上 在你的最 藏的最深的一个地方的时候 不要把钱统一放到一个钱包里面 要放在 你的夹克里面啊 或者是某一个兜里面 或者是你的包包里面 某一个小小的口袋 一定要放上一百美金 或者是一百欧元 人民币在国外不好使啊 但这是一点 你就听我的这个就对了 后期我会给大家说这个 为什么要放这个 一百美金一百欧元 这一百美金和一百欧元 是你在任何情况下 没有出现重大灾难的时候 都不要动这一百美元 这是你保命 这是你保命 就是延续你脱离苦难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笔小钱 不要小看这笔钱 或许 我们当然不希望 未来出现不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出现了 大家可能也听说过 很多人到了国外之后 手机被偷 信用卡被盗 然后钱包 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你没有 身上没有一份钱 那你怎么办呢 最后这一百美金 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然后还有出国的时候 我个人建议呢 你要带一个手机卡 特别是中国移动的 你多背一个 像淘宝上面可能也有卖的 然后五元卡 你多背一个 应该问题 未来会更好 你到了国外之后 还有背包 出国之后 很多人会选择背包 到底是要背包 还是想要拉个箱子 因为我出来这一段时间的经验 大部分我见到欧美的人也好 还是国外旅行的大人 大部分都选择背包 而不是拉箱子 因为拉箱子它有局限性 碰到这样 平整的路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碰到 崎岖湾壳的路子 那个轮子是很容易坏掉的 这是一点 包括我在尼泊尔的时候 有几个朋友 他们到最后都说 要把箱子给我 要给我换箱 我背的是背包嘛 他的箱子要给我换背包 我都是不会给他换的 因为他们已经深深的知道 拉箱子是有局限性的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你出国之前 最好要办两张信用卡 一张是Visa 一张是Master 中国的银联不是在所有的国家都好使 比方说我在的这个国家 萨拉热窝没有唐人街 这个话题又是一个话题 后期我会跟他聊 中国很多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中国城 都有唐人街 为什么萨拉热窝没有 这是我最近总结出来的 还没有开始聊 咱们留到下一个再说 有了这两张卡之后 基本上在世界上任何国家 都是支持Visa 和Master支付的 你拿信用卡也可以取现 无非就是扣的手银费稍微多一点而已 好 今天这个视频有点长了 就先录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接着讲 如何在国外 就是真的是生物分文被偷了 或者被盗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